这里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5月底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合并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而被戏称为电力一姐的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李小林 却赫然不在领导层的名单之中 有媒体报道说原任中电头副总经理的李小林被调往大唐电力集团任副总经理 而李小林事先并没有获得任何风声 一直被圈地设保险交易传闻缠身的李公主出局核电巨无霸 是否意味着她在政治上将大难临头呢 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 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您怎么解读这个消息 李小林没有进入所谓的核电巨无霸的领导层 是不是意味着她可能面临正常的麻烦 目前来看呢 她说她调往大唐电力当副总 但是据说大唐电力又否认有这个事 那么当然这个爆料 这个爆料也是这个官方媒体爆料 说她很生气 说她回到办公室摔门等等等等 这个而且呢 这个网络上对这个消息 一直就是在至少有整整一天的时间 没有屏蔽 就任由网友自由讨论 这种情况呢 也是比较少见的 我觉得呢 至少是给这个李氏家族一些难堪吧 因为实际上这个 这个我们这位前总理啊 一个呢 一个呢是她的能力不强 一个呢还有就是 她在这个26年前的这个六四事件中 她的这个形象比较差 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三峡工程 也带来了非常多的负面影响 所以呢 现在来看我觉得李小林呢 李小林本人其实就是 我们也知道她的能力也不过如此 但是呢她比较高调 一个是她的这个 她的形头太高调了 一个呢是她的说话太高调了 所以呢也招致很多人的愤恨 这种愤恨不只是来自公众 而且也来自体制内 因为要知道实际上 这个有很多的红二代啊 在当年在六四事件这个期间 他们也有很多人是同情民运的 这个同情学生 然后呢也反对军队镇压 最后呢他们自己的仕途也被断送了 这样的人其实我们知道的 有好多位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在太子党内部 对于李鹏这个人 其实也是有很多负面的情绪的 还有呢就是李家独占这个电力资源 这么多年 那么说实在的 你们要肥也肥够了 那么你们也得让这个其他人来 这个分这个到这个锅里来吃饭 不能总是你们一家站着 所以呢根据这个这个利益均专的原则 我觉得呢让这个李小林挪挪位子 这个恐怕也是从体制内来讲 这也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想一方面的这个原因 可能就造成这个事件的发生 但是呢究竟是不是说他交出了这个电力 就会被免于追究 这点呢现在只是有传闻 但是呢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只是呢现在又爆出一个料 说他这个要去香港 被这个告知不能离境 然后又发了一头脾气 等等等等 但是呢这些事情来看 就是并不能够确认 最后就是李氏家族会 是不是就此失事 我觉得现在像这个断言还为是过早 只不过呢他因为李鹏的重要性 就是在于六四事件的评价上 中共现在还不能后退 那在不能后退的情况下 就还要保住李鹏的这个形象 那将来会怎么样 现在很难说 谢谢 谢谢张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 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 您的这个明镜周刊上的 有一篇文章就是标题 就是李小林与中国的这个政治脉搏 那我想问您通过这个 李小林被平掉这个现象呢 您看到的它是体现 怎样的这个中共的政治脉搏呢 这当然是一个好的消息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只要对李鹏家族进行清理 都是是很多人高兴的 因为一个是26年以前的六四镇压 大家第一犹新 当时李鹏作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总理 扶有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责任 他是主要的跳在前面 漂亮小丑跳到最高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如果能够清理清算这个李鹏家族 不管是谁来清算 那对很多人讲都是令人高兴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是李鹏家族的腐败 比这个吉他现在中共家族的 这个很多人的腐败要早很多 几十年以前 朱小林作为大亚湾海底站 北京办事局的举任 这么一个头衔 就开始了这个渗透的电力系统 中国能力系统的这个腐败行为 然后他的这个家族 李小勇的腐败在北京 一是是一个政治的风波 一是被打压下去了 很多人因此而失去这个金钱 那么这个一是在追究这个李小勇 但是这些要求追究他责任的人 一是被这个打压 那么李小鹏在 他的这个儿子李小鹏在华能电力集团 也是一个腐败的一个体系 当然央视就是央企 没有一个集团不是腐败的 没有一个集团不是一个腐败的集团 但是呢 这个中共的官员成为一个央视的老板 居然成为中共培养更高级官员的 一个捷径 有一些官员曾经就跟我讲过 他们说找到了一个方式 让这个官员不腐败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们先让他当一当央企的老板 让他腐败告了 让他腐败告了以后 再去当这个书记啊 当省长啊 或者当部长 这样的话他也不需要捞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中共现在的这个官员 高级的官员实际上是来自于央企 那么李小鹏在央企里面捞告了以后 他就居然成为了山西省的省长 甚至为了是成为以他自党新的一代代表人物的身份 进入这个政治局这么一种安排 那么李小玲呢 这个人就是一个 因我们很粗俗的女性来讲 就是个250的女孩 对吧 就是傻乎乎的 然后这个到处表演 到处这样一个嚣张 那么在过去那个胡锦涛无论的时代 他还无所谓 那么习近平现在他就成为了一个靶子 所以跟习近平在另一集团来讲 他们是一致的 所以在海南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还单独接近了这个李小玲 有一个他们两个人这个亲切无守的这么一个镜头 那么在另一集团来讲 在很多目标来讲是一致的 但是呢 他的顾虑的高调 顾虑的这个250 顾虑的傻乎乎的行为呢 这个给了习近平难看 那么现在如果 现在对这个反腐贸没有信心了 打老虎打不下去了 那李鹏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靶子 因为他第一 他是个死老虎 他已经是一个几十年以前的这个政治的元老 他现在的政治影响力 其实非常低了 而且呢 六四的这个胡号 对李鹏如果在这个时候打压下去 未必会对六四这个事情呢 产生一个暴躁性的 浩急的心理影响 因为你是反腐败的民意 就像以前反腐败的民意 抓了这个陈其同 对不对 陈其同他 那么他也是一个六四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主要的一个责任之一 那么呢 也没有打起六四的这个连锁反应 虽然李鹏这个家族 跟六四是紧紧连在一起 但是现在一反腐败的民意 去抓他 去查他呢 并不会对六四的产生一个 根本性的一个 一个负面影响 对于中共来讲 所以这个时候来抓这个李鹏家族 来调查李鹏家族 是一个比较对人情的一个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追查下去 不定是追查这个李小林 也要追求这个李小勇的 这个司法责任 因为他一直藏在这个海外 偶尔在赶回去一下 在大部分时间都这个持留在海外 还有一个是要阻断这个李小鹏的 这个精神的道路 他在这个山西市场当省长 本来原来想要当省委书记 没登上去 现在要想调到另外一个省呢 当省委书记 然后呢 19大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进政治局 至少在20大的时候呢 成为中共的一个主要领导人 这是他们政治上的一个计谋 一个计算 那么现在通过调动这个李小林这个事情 看李小林能跳得多高 如果他跳得多高 那么再对他的追查 可能就会查得更严一点 那至于说他在机场 是不是被组长回去了 这个从逻辑上来讲 从政治现实来讲 是有一点蹊跷的 因为中共官员达到一定的级别 他的处境都是要经过审批的 不仅是李小林 其他人也是一样的 因为李小林不是一个企业领导人 他是一个中共官员 那么中共官员 每一年取境几次 每一次经过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审批 如果没有审批 任何人取境 都有可能会拦住了 拦住 所以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 那么如果发生这个事情呢 就说明李小林太傻了 因为如果他作为一个官员的话 他当然知道他能不能取境 所以跟他会不会被调查中间 未必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来接听一下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北京的张先生 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从以前报道中听到过 就是李小林说呢 他所获得的是通过他的努力得到的 我们就让我们姑且认为 努力都邪怒也算是努力吧 然后呢 想送给这个中共的王子和公主们 一句话就是一句老话 出来混 吃饱要还 谢谢 好的 谢谢北京张先生 接下来是四川的彭先生 彭先生 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我说啊 这个事情呢 中国的腐败和迷信的这一人呢 关键四个字 专制 统治 彭先生 这个没办法 他们这么说 老百姓这么提 是 好的 谢谢四川的彭先生 张立凡先生 现在除了核电这个行业 目前在进行领导层的改组以外 中国现在针对国企 特别是央企的反腐 据说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从您在北京的观察来看 目前有没有任何进展 针对国企 央企的这种反腐 是针对哪些人的 请您谈一谈 现在我觉得 一个呢 是因为这个 这一届嘛 是太子党啊 这个当政 那么我想可能 原来的一些个 被这个其他派系战绩的 这些个肥肉 这些个肥缺 可能需要一个重新的调整 那么再有一点呢 现在就是 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角度呢 他是实际上 他是把央企当成是党产来看待的 所以呢 他要加强对这个央企的 这个党的领导 这一点呢 要强化 那么事实上 像比如像中石油这样的 这种 这种巨无霸失的企业 实际上就是党的这个钱袋子 那这个从历史上就如此 而且这个当年什么陈东海这样的 他们就是强调 我们就是共和国长子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就是 这个中石油就是党的 那么这种观念啊 是实际上是他们固有的一种观念 包括那些的倒台的贪官 你看他们认罪的时候 他首先讲的 像那个铁道部长讲的 这个也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 周永康这次认罪 也是这个说法 他们始终不认为 就是自己违反的是国法 或者自己贪污 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利益 那口头上也可能 那最根本的一点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党的 是党的利益 所以我想呢 从这个 从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讲呢 他也是 未来可能会对央企 国企做出这个 比较重大的一些个调整 但是思路还是原来的 这个从毛是在一以贯之的一种思路 就是只是觉得可能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国企央企 他们这个太 就是膨胀的太快 然后呢 他们这个自成系统了 现在呢 要把他们重新 这个归纳到党的这个掌控之下 我觉得这个可能 才是这次这个 所谓对央企国企的这个调整 真正的意图所算 谢谢 好 谢谢张先生 那么就我想问和平先生 就是关于出逃的高颜 他跟李鹏家座有怎么样的干系 高颜就是这个2002年 当时是我参与报道的这个事情 就是高颜这个出逃的时候 还是国内定理公司的这个总裁 那么他一个是整个定理系统 是理事加速的系统 然后高颜和这个李小林 还有同事和合作的这个关系 但是对这样一个高阶官员 那么我们在洪帅通缉厅 看到他的名字了吗 没有 当然中共可能是 向国际刑警组织 要求通缉了这个高颜 但是对高颜的这个调查和处理 常来就没有高调进行过 常来就没有像一个小小的杨瘦局 反而是一个温州市的小副市长 倒是大当旗鼓 一个小人物 他们反而是大当旗鼓 列为第一名 而高颜其实真正 才是应该被通缉的第一名 因为他担任过这个 几个省的重要的这个省委书记 也是当过原来省委书记 也是电力公司的这个总经理 然后他的实际的经验 也非常的巨大 当然我记得造成那个股市下跌 也非常凝重 所以如果是这个 对李鹏加速技术清潮下去的话 那么对高颜的这个追查 这个通缉和也会这个经济不加强 好的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 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 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 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 时事大家谈的Facebook和Twitter账号的网址 分别是Facebook.com 斜线VOAIO和Twitter.com 斜线VOAIO 我们期待着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关注的热点话题是 中国军委副主席访美 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者 是否进入西方政府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宝神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舟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